第0961章 剥下种子 中月将两口先天神刀插在同一个刀鞘 还刀入鞘的声音仿佛是催命魔音 刀鸣声传出 天神祭坛上的猪邪伤势爆发 死于非命 这次是死的不能再死 这次死了 没有任何就回来的可能 依依 神武威王 你把猪邪抓死了 天玄子一惊一炸 指着神武威王 高声叫道 猪邪与你有何仇何愿 你为什么要抓死他 神武威王脸色乌黑正亮 恶狠狠地向他看过来 怒道 不是我抓死的 天玄子双手插腰 冷笑道 你还狡辩 刚才无数双眼睛都看到 你探手去抓猪邪 猪邪就这样被你抓成无数款 陛下是让你请猪邪下来 你偏偏抓死他 你好大的胆子 神武威王脸黑得 像是打磨过无数遍的污铁一样 刚才他看到猪邪有些不妙 试图以莫大的法力 去镇压猪邪体内的异变 手掌刚刚触及猪邪 猪邪便已经碎掉 乍看起来 道的确像是 他将猪邪抓得粉碎 陛下就算不灭你九族 邪弟也会灭你九族 天玄子幸灾乐祸道 你满门老小 都要死翘翘了 一旁 林正脸色也不比神武威王好看多少 面黑如铁 心道 天玄子这混蛋 把神武威王得罪死了 我就知道 带着这混蛋 没有好事 神武威王成皇成恐 连忙向地明天帝丹西跪下 扶手道 陛下 真的不是我 地明天帝冷哼一声 向忠岳深深地看了一眼 两声刀鸣 一前一后 前声还没有落下 后声便已经响起 与前声缠绕在一起 这手段精妙至极 以他的眼力见识 自然能够看出忠岳动的手脚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时光之刃这口神刀 忠岳与猪邪那最后一击 惊艳的刀光 将猪邪斩成碎块 当时猪邪并未被斩杀 但是空间之刃和时光之刃的威力 却潜伏在猪邪的尸体碎块之中 威力没有爆发 时光之刃乃是骤光大道 可以将威力藏纳在时间之中 空间之刃乃是空间大道所化 将威力藏在空间之中 两口神刀的威力 都潜伏在猪邪的体内 等待爆发的时机 而猪邪没有察觉到 天庭中其他更强的存在 也没有察觉到 是因为时间未到 应该是时光之刃 将时间定在将来的某一刻 任由忠岳决定 也即使说 忠岳施展出的刀光 隐藏在猪邪体内 但是刀光并未在 现在斩中猪邪 而是在未来才斩中猪邪 这样说很难理解 但知道了骤光大道 和空间大道的作用 便不再难以理解 忠岳海刀入鞘 第一声刀鸣很重要 第一声刀鸣 必须是时光之刃的刀鸣声 激发猪邪体内的 时光之刃的刀光 将神刀威力爆发的时间 定在现在 而第二声刀鸣 则是空间之刃 空间之刃的刀响声 将空间之刃的威能激发 两口神刀的刀鸣声 缠绕在一起 刀光交错 从猪邪体内爆发 终于将这尊 先天神魔斩杀 在场的地级存在 大概都能看出 忠岳的手段 但是帝君和造物主 只是能勉强猜到 无法确定 至于神皇神侯 多半此刻都是一片猛然 恐怕误以为 是神武威王抓死猪邪的 并不在少数 看出端倪的地级存在 有多少愿意站出来 挑明这件事 地鸣天地心中很清楚 已经让很多地级存在 寄予 乐得见到天庭栽个大跟头 乐得看天庭的笑话 他们不会站出来 指出是忠岳立 用两生刀鸣斩杀猪邪 而地鸣天地 如果自己指出这一点 先天地君便会趁机扯皮 说是神武威王将猪邪斩杀 只要扯起皮来 那就无休无止了 天庭的威性 也会大大降低 颜面扫地 义军王好手段 地鸣天地微微一笑 侧身道 先天 你有此爱将 真是令我献杀 你能得到一个智慧 天资和狠辣 都不属于你 甚至比你还要强的 臣子辅佐 是你的大姓氏 先天地君满面笑容 地鸣天地 看向诚惶诚恐的 神武威王 戴然道 武威王 起来吧 猪邪好勇斗狠 耽误了治疗时机 以至于伤势发作 酿此悲剧 怪不得你 神武威王连忙起身 道 陛下 刚才很有可能是 义军王暗算猪邪 义军王那两生刀鸣 住口 地鸣天地淡淡道 先天地君笑道 神武威王没有证据 不要信口胡说 神武威王明白 地鸣天地的意思 不再多话 地鸣天地将忠越换上前来 勉励道 一清修为实力冠绝同代 今日登上蔚来朱棣榜 当秦勉勉 为天庭效力 忠越功身乘势 地鸣天地亲自取来 蔚来朱棣榜 炼制一番 将忠越的名字 放在第一位 道 这蔚来朱棣榜定的是 蔚来的朱棣 将来你若是成为天帝 也当以德性来约束自己 不可肆无忌惮 忠越心中凛然 向先天地君看去 先天地君面带笑容 传音道 天地离间 我们君臣之意 我自然明白 义君无需放在心上 先天地君对我大有防备 不过这样也好 忠越坦然 他佩服先天地君 但是 毕竟他们 是注定的敌人 先天地君防备他 虽然为他将来种下隐患 却也让忠越 多了一分心安理得 这场天地寿宴还在继续 但是寿宴已经没有那么热闹 先天神魔被后天生灵斩杀 让很多神族很是兴奋 尤其是忠越在天神祭坛中 当众施展出第七秘境 震惊了天庭中的所有存在 大多数神魔议论的 都是第七秘境 对于天地寿宴的关注 便少了许多 时不时有使者 往忠越所在的宴席边凑 向他打听第七秘境 电之后 我准备在五圣台那里讲法 讲一讲第七秘境 忠越凯然道 诸位都可以前来 大家坐地论道 顿时不知多少神魔欢呼 纷纷奔走相告 殷凡宣亲簇眉头 低声道 夫君 此事有些不妥 若是将第七秘境的 开启方法传出去 他们学会了 也未必会感恩 君不见最后一招福西事 忠越目光闪动 笑道 夫人此言诧异 我若是想将第七秘境 彻底开启 与六道轮回相容 变成七道轮回 非得需要几百万年光阴 甚至几千万年的光阴 才可以办到 我的智慧有穷尽 但却可以集合其他神魔 和少年大帝们的智慧 殷凡宣道 你将自己的所长传授出去 对手用你的所长来对付你 你如何抵挡 后天生灵 本来便不如先天神魔 先天神魔学会你的第七秘境 你如何与他们抗衡 我与福明道尊不同 忠越面色平静 解释道 这次是我主动讲述 我开第七秘境的心得 下次百年之后的未来朱蒂榜 未来的朱蒂前来附会 我们再次交流第七秘境 未来朱蒂所参悟的 无数心得感悟 汇聚在我这里 他不急不徐道 我与他们交流 我得到他们的见解 他们得到我的见解 我与他们所有人交流 我得到他们所有人的见解 将所有人的智慧 统一到我这里来 我得到的多 他们得到的少 未来朱蒂的智慧 聚集到我这里来 我便可以将七道轮回 提前几百万年 甚至几千万年开辟出来 殷凡宣也谋亮了 你的意思是 信息不对等 忠越点头 笑道 这便是规则制定者的好处 我这里是万河会流的大海 所有智慧流向我 而我所做的是 大海蒸腾 化作雨露 洒向万道河流 河流中的水多 还是海中的水多 但是将来 总会有智慧通天的存在 参悟出七道轮回的奥妙 因凡宣促没到 而且 你的七道轮回 也始终会流传出去 那时 我已经在开启第八秘境 准备八道轮回了 忠越笑道 第七道轮回 是空间大轮回 而第八道轮回 它的面色凝重 低声道 是时空大轮回 统一过去未来现在的时空 形成一个统治过去未来现在的轮回大体系 这是它的野心 七道轮回 尚可以有其他人炼成 但是八道轮回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唯有它的先天八卦 将过去未来现在统一 殷凡宣心头大震 过了两久 感慨道 那时 你会寂寞的 若是做到了那一步 再也没有了对手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亦或是将来 忠越展演一笑 道 时空大轮回 从未有人办到过 我也未必能够做到 说不定 未来还有我的对手呢 殷凡宣认认真真道 夫君 将来完善第七轮回之后 你便已经没有对手了 第八道轮回 恐怕永远也没有施展出来的机会 忠越笑道 我只是够想 是否能够 开创出第七轮回上 且是未知之术 天地寿宴结束 忠越来到五圣台 登台将自己开启 第七秘境的奥秘 一一阐释 讲述 五圣台周围人山人海 来了不知多少神魔 甚至连帝君级的存在 也是前来听讲 这场盛会持续了十多日 忠于忠越 将自己的领悟讲解了一遍 停顿下来 他已经将种子种下 未来这些种子 会生根发芽 不断生长 无数智慧 会让第七秘境 越来越完善 第七轮回 越来越完善 终有一日 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是六道轮回 带给旧世界的冲击一样 改变历史进程 嗯 碧亚好像出生了 忠越突然心有所感 露出惊喜之色 终于可以摆脱 这个护道人的身份了 第0962章 百年之约 因为这个护道人身份 忠越可谓是费尽了心血 不但要提防 其他强者前来抢夺 还要提防自己人 被百世圣连所引诱 甚至连自己都要提防 唯恐自己 被百世圣连诱惑 现在 圣连花开结果 必按出生 圣连之争 总算可以告一段落 护道人的重担 也可以卸下了 五圣台上 忠越走下来之后 还有诸多神魔登台 刚才忠越产世第七秘境 让他们 有了许多心得 这些神魔讲述自己的心得 气氛很是热烈 只是时间尚短 他们虽然有所领悟 但是领悟的却是不深 只抓住第七秘境的一个方面 不断探讨深入 不过来到这里听讲的 都是聪明才智过人之辈 无数智慧汇聚在一起 涓涓小溪 也可以化作洪流 不断有神魔登台讲演 甚至连忠越自己 也是大有收获 这些神魔讲演的地方 有许多是 他也不曾涉猎的地方 让他的眼界变得更宽 渐渐地 登台讲演的神魔 出现了神皇 魔皇和造物主 他们领悟得更深 一君王 将来我们可能分属不同派系 各位七主征战 突然 一尊帝君登上五圣台 让四周无数神魔哗然 兴奋不已 那尊帝君来自天庭 乃是宇林军的大统领 乃是凤凰一族 叫做黄文道 面目温润如玉 身上还披着甲咒 这次也前来听讲 黄文道轻轻摇晃身躯 身上的甲咒一片片飞起 自动脱落 落在一旁 坦然笑道 不过求道问道之心 神魔皆有之 今日我脱下甲咒 便不是宇林军统领 所以也要借 义君王这个五圣台来说道一番 将来若是与诸位为敌 那是将来事 将来再说 忠岳公身孝道 闻道师兄请 黄文道还礼 求道不分前后 只有道身道浅 道为师 没有前辈后辈 只有师兄师弟 诸位师兄师弟 请听我一言 他席地而坐 侃侃而谈 讲出自己的领悟 他的领悟 又要比其他神皇 魔皇和造物主精深许多 对忠岳以更深的启迪 过了两久 黄文道讲完自己的领悟 突然只听一声大笑传来 只见又有一尊帝君走来 却是历路师陆千秋 也自登上台去 笑道 黄师兄讲自己的见解 我听了这么多 若是不讲 岂不是小气了 他也席地而坐 将自己的领悟讲出 陆千秋讲过之后 又有一尊帝君登台 却是先天帝君的道友太风 凯然论道 接着又是南天门的三天王之一的 玄武尊天王登场 玄武尊天王过后 天河水师的楼正师上场论道 然后龙职上场 诸位帝君 你方畅罢我登场 热闹非凡 过了越余时间 这才只限 六玉宫 六尊帝级存在 一直在遥望 这座五圣台的盛况 诸帝目光明灭不定 气息如波澜起伏 惊妙 你想起了什么 杨侯摩帝向金乌神帝看来 低声问道 金乌神帝目光复杂 沉默良久 徐徐道 我想起了当年的浮明道尊 那时的盛况非凡 共襄圣举 开辟六道轮回 那时 比现在还要热闹千百倍 我当时也在其中 心中没有多少杂念 只有求道之心 问道之心 杨侯摩帝眼中魔光阴晕 点头道 我那时也在其中 我还与你讨教过六道轮回 好像但是我们心中 没有神魔之分 没有种族的间隔 我还没有叫你为金鸟 你也没有 称我为杨头摩 咱们的关系 还是挺不错的 金乌神帝露出笑容 那是一段让神魔也放下争斗 放下偏见 一心求道的岁月 浮明道尊 地际时代的最后一招天地 以无边的魅力 影响到宇宙洪荒 影响到神与魔 凭了干戈 放了刀兵 先天神魔 与后天神圣和平共处 大家都为六道轮回而努力 而奋斗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种情形慢慢变了 变得不再那么和睦 当年的道友 变得充满了防备 金乌神帝至今还是有些迷茫 当年的合作 不再亲密无间 神与魔不再交心 先天神防备先天魔神 后天神圣与先天神魔 也出现隔阂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还记得战争开始的时候 自己很是愤闷 很是不平 质问当年的道友 为何要破坏和平 但是种族之间的战争 神魔之间的战争 先天神魔与后天神圣的战争 还是扶明道尊创造的圣事毁灭 他觉得 有无形的暗流 在宇宙中激荡 席卷 破坏这个圣事 似乎有无形的手 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后来 扶明道尊领兵 踏平天下 当年的道友 变成了仇寇 纷纷陨落 他也是战战兢兢 躲避不出 唯恐被这场血洗席卷 再到后来 扶伤皇太子出现 于天下 诸神诸帝面前 揭露扶明道尊 说扶明道尊 是一切动乱的起源 罪魁祸首 天下哗然 凝聚神与魔 先天神魔 与后天神圣的那股精神 在刹那间土崩瓦解 维系地际时代的力量崩溃 金乌神帝也痛苦过 悲愤过 质问过 甚至成了地际时代毁灭的 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是 事后 他回想那个动荡时代 发现了许多疑点 再到后来 疑点越来越多 或许扶明道尊 并非是幕后黑手 或许他并非操控宇宙动乱的暗流 因为动乱过后 天出现了 代替了天地 成为了正统 而天地只能成为天子 在地际时代覆灭的途中 始终没有出现所谓的天 而地际时代覆灭之后 天却突然间冒出来 成为了正统 这件事里 的确有着诡异之处 金乌神帝想要发现更多 但是却险些因此而遭了杀劫 若非有混沌式的混沌珠 他便会生死盗销 现在武圣台上的这一幕 又让他想起了 自己充满斗志 充满求道之心的那段岁月 想起了 自己当年的许多道友 也让他想起了许多 充满血腥与阴谋的往事 许多道友 金乌神帝闭上眼睛 两行青泪从眼角滑落 化作飘飞的朵朵火焰 那些与他一起欢笑 与他一起讨论 道法的道友 已经不复存在了 让他想起那段岁月时心中 有一种莫名的情绪激荡 忍不住落泪 神伤 眼前 亦是主持了第七秘境的论道 又让他看到了 自己当年所经历的岁月 那段美好的年代 那段黑暗的年代 我的道友 他有一种心痛 心在静缆扭曲的感觉 悲愤与疑问 充斥着他的心灵 武圣台上 已经没有人在论道 中月站在武圣台的中心 意气风发而飞扬 声音清朗 回荡在天庭中 金乌神帝恍惚间看到了 笑对那些道友的情形 诸位 莫忘今日 中月高声大笑 莫忘记百年之后的今日 百年之后 重定未来诸地榜 诸君等我的书信寄来 我们再论到一场 一尊尊神明 天神 真神 神侯 神皇 造物和帝君起身 诸神的笑声响彻天地 义君王 百年之后再会了 义君王 诸位 这百年之中 我们是仇还是有且做两说 说不定战场之中生死相见 说不定我倒在诸君的神兵之下 但是我若是还活着 百年之后的今日 我们是道友 黄文道 说得好 百年之后 再做一回道友 身有立场 心有壮志 诸位 来日沙场上见生死 百年后道场中论道 你我百年之后再会 爽朗的笑声传来 一个个身影离去 待到百年后 有多少神魔活着来相会论道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清楚 自己是否还能活到那一天 不过 信念还在 道心还在 只等着一信飞来 再聚一场 钟月与英凡轩起身 福利与混沌宇相随 混沌宇已经记录下这一幕 准备将自己的记载 原原本本地交给自己的老祖宗 或许这面明镜中记载的画面 会是这个大时代的一角 但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角 混沌室的年轻真神思所道 我们混沌室记录历史 也会因此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未来的记忆里 也会有我的影子 钟月回到住所 各族的使者已经整装 开始离开天庭 天帝的寿宴结束了 武圣台论道也结束了 天下气韵七分 天帝得大头 其他气韵六分 紫薇星域占其四 古老宇宙占其二 天帝大势已经很明朗了 该是准备一场大纷争了 钟月回到住所 潜入六道界珠中 只见连海彻底消失不见 只有一个虎头龙龄的小娃娃 正在扶伤皇太子的身上 爬来爬去 很是好奇 闷哼一声 刚刚出生的 碧暗是个造物主 脑后有百座洞天漂浮 悬挂如阴落 光芒照人 让他多少有些无法接受 百转众生红尘结晶 到底创造了一个什么怪物 碧暗 过来吧 钟月高声道 那个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文言 立刻从扶伤身上飞来 落在钟月脚边 抬头看来 钟月打量这个胖娃娃 脸色一黑 这个胖娃娃 给人一种万分可口的感觉 让他也忍不住 想要咬一口尝尝味道 碧暗 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那大胖小子咿咿呀呀 手舞足蹈 表弟 我们还需要你护到百年 等到我们成长 能够自保 第0963章 希克 嗯 你放心 我会继续保护你的 钟月梦一般低语 大胖小子松了口气 突然只觉头顶金光灿灿的 冲天小便被抓住 接着身体腾空 只见钟月双眸中 露出疯狂的喜悦之色 手一抬 便出现一口雷荒天炉 然后大胖小子便见自己落入雷荒天炉之中 天炉中雷火交加 耳边传来传来 钟月似乎还没有睡醒的声音 我会保护你的 不香了 但是越来越可口了 大胖小子梦了 钟月自言自语 这么大的肉灵丹 我的成帝契机 当然要好好保护 不能让他们抢走了我的宝贝 大胖小子毛骨悚然 只见钟月似乎在梦游 从天缘轮回境 拎出一根根灵药神药 洒进雷荒天炉中 须得再撒点佐料 不能浪费我的宝贝 表爹 表爹 醒醒 大胖小子高声叫道 钟月鼓起腮帮 将炉中的天雷地火吹得更旺 眼中的兴奋丝毫未减 难难道 龙虎炼丹 神丹自成 一龙一虎 这宝贝 天生就是龙虎 加上其他的神药灵药 一定滋味更好 东 大胖小子跳起 试图从雷荒天炉中脱身 却见一个巨大的炉盖盖落下来 将它封在里面 让它一头撞在盖子上 这口神炉乃是钟月集结先天进军 一千六百万神魔炼制而成 已经是造物之宝 弊暗虽然是造物主 但毕竟刚刚出世没多久 体内的各种大道还未完全融合 尽管将这口红炉撞得咚咚作响 也未能撞破 炼啊炼 炼出一路成地丹 钟月哼着小曲 将雷荒天炉烧得更旺 山海流转万般去 亘古不动应如天 突然红中大旅的震动传来 钟月突然清醒过来 却扶伤皇太子念诵更古不动应的法诀 将这门印法蕴藏在道音之中 触动他的道心 让他清醒过来 钟月呆了呆 连忙掀开雷荒天炉的炉盖 探手进去 揪住碧暗金光灿灿的小辫子 将他揪了出来 碧暗脑袋上的变毛被烧掉不少 脸蛋也被烤焦 惊魂否定 钟月一脸惭愧道 表哥 不是我道心不稳 我刚看到你的时候 道心还很稳 但是你一走近 我觉得 你异常地可口 碧暗放下心来 笑道 这也怪不得你 我的道果未稳 等我修炼到地境 道果稳固 你便不会觉得可口 其实用不了这么久 百年之后 我便会拥有自保之力 你做什么 钟月手中也传来一个声音 惊呼道 老爷 你做什么 钟月手中是一根大萝卜 另一只手则是一口刀 正在将萝卜削成丝 萝卜丝落在碧暗的脑袋上 钟月眼中又浮现出疯狂的喜色 加点萝卜丝更好吃 他手中抓住的大萝卜 是胡三翁 胡三翁惨叫 我一点也不好吃 我有毒 老爷 腿没了 斗转心一天河落 亘古不动到心传 扶伤红中大旅的大鹤传来 钟月又一次清醒过来 满脸歉意地 将胡三翁塞回天元轮回静 将碧暗脑袋上的萝卜丝 拨到一边 目光温柔 轻声道 表哥 你离我远一点 碧暗撒腿就跑 离钟月远远的 不敢接近 钟月道心恢复 笑道 这个距离安全了 不会被你的 可口肉身影响到 四表哥 你今后遇到任何人 都要远一些 否则当心被捉住吃掉 碧暗盲不迭点头 我原以为你出生之后 我这个护道人的身份 便可以交差 没想到 还要再过百年 钟月范畴 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绝对是个香波波 谁见了都想咬一口 离得远到还好说 离得近的话 那就危险了 他低头向碧暗看去 这小家伙 顶着个圆滚滚的胖虎脑袋 露出两个小虎牙 头顶扎着冲天小便 虎头人身龙铃 远看很可爱 近看很可口 只要将这家伙带出去 那就绝对会引来 不小的风波 表哥 你能在这里生活吗 钟月眨眨眼睛 实在不想待着一个 祸根在自己身边 道 你在这里修行百年 等到你有自保之力再出去 闭暗摇头 不行 百转众生红尘结晶 我们已经修炼了九十九转 这一世 是我们最后一世 也是最后一转 必须要进入红尘历节 这最后一劫不利 无法正道 跳出六道不再轮回 逆正先天 表弟 你只要再保护我们百年 百年之后 我们自会报答表弟 钟月无奈 点头道 你随我出去吧 他转身向扶伤称谢 扶伤爱达不理 钟月不以为意 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性 当即带着这个小不点的 弊暗走出六道借珠 夫君 弊暗出事了 殷凡轩连忙迎上来 打量那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又惊又喜 真是可爱呢 好像更可口 君王殿的娘娘不由分说 便拎起碧暗的小辫子 从原神秘境中取出一口大锅 将碧暗塞了进去 又从自己的秘境中 采摘百世诸神药 架起一口英康式的魔炉 将锅架在上面 倒入从天河中采集的太阴神水 便要一锅炖了 钟月催动亘古不动硬 法印震动 殷凡轩清醒过来 连忙掀开这口神锅 惊叫道 碧暗师兄没有那醉人的香气了 但是更加诱人了 这如何是好 锅中 大胖小子坐在太阴神水中 咯蹦咯蹦地啃着神药 一脸无辜的样子 殷凡轩刚想把他请出神锅 转眼道心 又是不稳 带上锅盖 准备用催动魔火来练 钟月再次将他唤醒 抓住锅中的小家伙的辫子 拎出来扔得远远的 殷凡轩一阵后怕 连忙道 碧暗师兄 你离我越远越好 嗯 大胖小子 老老实实道 弗里与魂堆雨大步走了进来 问道 主公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娘娘何时生了的大胖小子 殷凡轩脸色微红 脆了一口 道 这是碧暗师兄 绰龙前辈之子 还记得那株一箱缭绕的圣连吗 里面孕育的便是 碧暗师兄 不久前才看看出事 弗里醒悟 连忙向碧暗走去 笑道 原来是碧暗表弟 我这箱有礼了 你跑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碧暗连忙躲到钟月身后 缩头缩脑 不敢离他们太近 弗里追过去 笑道 我真的不会吃你 我虽然长得凶一点 但表弟 你好像很可口的样子 来让表哥尝一口 就一口 弗里凶残成性 张开血盆大口 这一口别说 一个弊案 就算成百上千个 也吃得下 殷凡轩迹起欲销 销声一起 弗里这才清醒过来 心中一阵后怕 连忙离必暗远一些 主公 你得给他练一面棋子 棋子上就写着 谁都别靠近我几个字 忠越深以为然 当即取出神经神料 让弗里自己 炼制一面棋子 和一根棋杆 上面写着 谁都别靠近几字 让弗里小娃娃 自己扛着 这个狐手小家伙 短胳膊短腿 扛着这面大棋 显得很是蠢萌 没有威慑力 弗里打亮几眼 道 弗里表弟 你在后面加上几个字 就写 后果自负 弗里在妻子后面 加上这四个字 于是棋子上的字迹 变成谁都别靠近 后果自负 混沌宇笑道 少了 否则两字 弗里又在中间 加上否则二字 弗里念了一遍 摇头道 还是没有多少气势 谁都别靠近 这五个字也要改 改成离我远一点 否则后果自负 这就有威慑力了 弗里文言 依照弗里之言 改动棋面上的文字 弗里点头 笑道 现在便没有谁 胆敢靠近你了 中越打亮这面大棋 哭笑不得 心道 这两个家伙 真是胡闹 现在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只是不知道 这一路上是否安全 莫颖的煎炒烹炸四技 只用了煎炒二技 不知道她是否 还会用烹炸二技对付我 烹 主演 慢火小盾 大火收支 慢慢烹熟 尽情享用 煎炒二技不能成功 则用此技 她若是用此技对付我 为何还通知我猪邪 要在低焰上杀我 中越迟疑 莫颖的心思 的确很是奇怪 心道 无论莫颖会不会继续对付我 这次返程 都会危险重重 凶险可怕 不知道先天帝君 会不会暗中助我 她私存片刻 抬起头来 先天帝君会出手帮我 不会让我死在归途中 因为我对她还是很有用处 短时间内 还威胁不到她 不过 也不能将全部希望 放在她的身上 我应该与岳父一起 从天河上走 离开天庭 而后借到中央室 利禄室 借着两个皇族地族的威风 离开地心 她想到这里 与殷凡轩商议一番 便要去见殷复康 突然只听宫外一个声音 平平淡淡 道 易先生在吗 忠越听到这个声音耳熟 却不知在哪里听过 只听那个声音继续道 毕落来访 易先生可否一会 忠越突然间寒毛乍起 眼角跳动一下 毕落先生来访 代表着天的毕落先生 前来寻她 到底所为何事 第0924章 上古协议 难道自己的身份败露了 毕落宫盗取六道天伦 留下了蛛丝马迹 难道毕落先生知道了 她就是福西 就是忠越 不 她若是知道 根本无需前来见我 我的身份若是败露 先天帝君 金屋神帝 和神后娘娘绑在一起 都救不了我 她来 一定另有目点 忠越定了定神 先让殷凡轩前去寻音复康 整了整衣衫 带着福里与浑沛羽 向外迎去 毕落先生倒是稀客 快请 毕落先生一席轻衣 很是朴素 与忠越一前一后走入殿中 相及落座 忠越打量 这位天的使者 只见毕落先生 却也是俊美的先天神 但是奇怪的是 她的面容明明很是俊王 而看过之后 便会忘记她 长得是什么样子 她的声音也很奇特 很有雌性 很是动听 但听过之后 也会忘记她的声线 这是一尊奇妙的先天神 因为代表着天 她的英容笑貌 都不再是自己的英容笑貌 而是天的英容笑貌 天是没有面目 没有声音 所以看过毕落先生的面孔 听过她的声音 都会忘记 无法记住 但是下一次在相遇时 偏偏还能认得她 知道她的声音 这是毕落先生 最奇特的地方 毕落先生此来 所为何事 忠越让福利凤茶 笑问道 毕落先生看向 碧暗小娃娃 赞道 真是一个好少年 百世轮回 逆转先天 这是以后天正先天 成就先天神魔 跳出六道轮回的功法 龙虎之子 的确不同凡响 他应该是 绰龙第四子吧 毕暗小娃娃点头 道 你不吃我 不吃 毕落先生笑道 我早已过了 靠吃你才能成帝的阶段 不过有些存在 还是需要你这等肉圣 要来助自己提升 你的百转众生 红尘结晶的百世大节 才刚刚开始 开创这门功法的 那个存在 我也认得 或许你将来会遇到她 毕暗小娃娃眼睛一亮 道 将来遇到她 她还活着 她是否也修炼了这门功法 她还活着 作为一尊帝 没有那么容易死 毕落先生悠然道 她虽然开创了 百转众生 红尘结晶 但她其实并未修炼这门功法 她也怕死 害怕自己 百转重生时 成为别人的圣鸟 避暗不解 毕落先生笑道 她一直在等 等一个能够将 百转众生 红尘结晶 修炼到大成的生灵 她开创出 这门功法不怀好意 你对她来说 相当于她的大药 能够让她 逆正先天的大药 你得到这门功法 应该也是她故意安排 让你得到 她想必已经注意你很久了 曾经也有不计其数的生灵 修炼了这门功法 但接近成熟的 应该只有你了 其他的都无法过 百事圣连这一节 忠越心头大阵 一尊地级存在 竟然在暗处 一直关注着 避暗 等待着她的大药成熟 为了这个大药 这个存在试验了 不知多少次 不知多少生灵修炼 百转众生 红尘结晶 但可惜 大药还未熟 便被其他人吃掉 好在 避暗熟了 或者说 接近熟了 这个护道者 忠越头大 做避暗的护道人 真是亏大了 避暗毛骨悚然 连打几个冷战 连忙道 他是谁 避暗先生不答 看向忠越 笑道 易先生精彩绝艳 与朱邪一战 让避暗也是眼睛为之一亮 开启第七秘境 的确非同反响 令我动容 先生谬赞 忠越客气一句 朱邪是避暗宫的先天邪神 却死在我手中 避暗先生 是来取我性命的吗 避暗先生摇头 我已经说过 既然走出了避暗宫 便与避暗宫无关 朱邪死在你的手中 我会如何 你无需放在心上 你真正所要担心的是 当今的天地 还有便是邪地 以及先天帝君 忠越眼角乱跳 轻声道 先天帝君 他是君 我是臣 我为何要担心他 避暗先生悠然道 易先生是个聪明人 何必多次疑问 先天帝君对你有所防备 你应该心知肚明才对 忠越沉默 过了片刻笑道 敢问避暗先生来意 天帝是谁 天并不在意 避暗先生肃然道 无论谁做天帝 将来都是天子 谁获胜对天来说无所谓 不过天不在意 我有些在意 这次我避暗宫遭节 宝物被盗 若是能有一个 更为听话的天帝 那就好办多了 那些胆大包天之徒 还敢到去我避暗宫 我对先天帝君并不看好 他的背景太强 不好管教 他若是成为天帝 不会太听话 忠越心中微动 道 避暗先生的意思是 天不需要特定的天子 但是我需要一个听话的天子 避暗先生悠悠道 君有才 有资质 有手段 有野心 但是没有资历 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你欠缺的就是一个靠山 我避暗宫 可以成为君的靠山 忠越大事心动 天知道吗 天并不知道 天不关心这种事情 避暗先生微笑道 是我避暗宫 成为君的背景 并非是天 忠越沉吟 心中有些难以决断 突然道 避暗先生为何认为 我可以成为天帝 你成不了天帝 你没有先天帝君的背景 也没有地名天帝的背景 有资格争夺地位的 背后都有大靠山 但正是因为他们有大靠山 所以我对他们并不期许 我若是扶持你 你有了靠山 便可以与他们相争 避暗先生平静万分 仿佛在说一件 与自己无关的小事 道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量 将来你成帝之后 可以聚集天帝间的一切力量 一切智慧来完善第七秘境 开创出堪比开辟六道轮回的伟业 有我资助 这一切你都可以完成 而没有我的资助 你甚至未必能够 活着看到 先天帝君称帝 周月脸色阴晴不定 常常吸了口气 道 我需要做什么 碧落先生笑道 很简单 碧落宫超然事外 有许多事不能做 这是天帝间隐藏的 许多古老存在 与天薄义的结果 我碧落宫 也有些事情要做 需要借用天帝的力量 天帝能够调动 天下所有势力 为己所用 而天帝未必听话 听话的天帝 可以让实际上 调动天下力量的 是我碧落宫 周月面色一沉 道 这个天帝坐着 还有什么去 碧落先生看他一眼 道 单单天帝这个位子 坐在上面 便已经很有趣了 你有修成第七秘境的资质 不要自悟 耽误了前程是小 耽误了自己的性命是大 周月微微一笑 碧落先生 应该不止打算培养我一个吧 碧落先生面色微沉 随即展颜笑道 我的确还有其他 栽培的对象 鸡蛋不可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易先生懂不懂 懂 周月端起茶杯 示意道 先生还没有喝茶 碧落先生看着自己面前的茶杯 淡然道 你应该知道 你把鸡蛋放在先天帝君那里 随时可能会一篮子鸡蛋统统碎掉 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也没有与先天帝君 讨价还价的余地 周月叹了口气 道 帝君就在门外 碧落先生喝茶吧 碧落先生微微一震 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 起身向外走去 只见先天帝君站在宫前 背负双手背对着他 碧落先生正欲从他身边走过 突然先天帝君开口 碧落先生留步 碧落先生停下脚步 先天帝君依旧没有看他 语气中似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道 我奉命转告碧落先生 先生应该知道上古的协议 那是我恩师等几位前辈 与天签订的协议 天 坐天即可 手不要伸得太长 碧落宫超然事外 这是好事 但是插手太深 手掌很有可能被斩断 碧落先生向他后背看去 目光闪动 先天帝君依旧背对着他 根本不去看他 脑后突然有一道道光纶展现 第七道轮名灭不定 轻声道 你以为我会防贝易先生 但我称帝便会杀他 所以想说福易先生背叛我 你错了 我对先生只有欣赏 钦佩 视他为道友 假如将来他想坐天帝 我也可以让给他 因为他转过身来 直面碧落先生 似笑非笑道 我的志向不仅仅天地之位 碧落先生明白了吗 你是使者 并非是天 不要愉悦了规矩 碧落先生 凝视他脑后的第七道轮 身躯微震 脉步离去 中月走出宫阙 宫身道 帝君 先天帝君散去脑后的七道光轮 凝视他良久 笑道 先生 我刚才对碧落说的话 也是对先生说的话 中月点头 一封明白 先天帝君迈不远去 中月沉吟 有几位古老存在 与天签订了上古协议 到底是什么协议 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天与那些古老存在的协议 与福西神族的覆灭 有着什么关系 该动身了 中月正要换来福利和混沌语 突然金乌神帝的声音传来 意识 不日之后将会有嫁状送到镇天关 中月额头冒出冷汗 他与金河西定亲一事 还没有告诉殷凡轩 第0965章 帝后娘娘 金乌神帝的嫁状送到镇天关 最低也要八九年的时间 毕竟从古老宇宙的金乌室圣帝 到镇天关 路途无比遥远 就算是造物主或者帝君 也需要八九年的时间 才能赶得来回 我东窗事发 应该在八九年之后 中月安慰自己 我现在能打得过我夫人了 我不怕她 嗯 我不怕她 男子和大丈夫 娶个小的算得了什么 我才不怕她 说是不怕 不过钟大观人心中 还有些忐忑 她与殷凡轩在一起的年头 比其他任何女子都多 期间也较量过不知多少次 次次都是被打败 说实话 她心里真的有些惧怕 自己的娘子 一是爱 二是静 三是怕 金乌神帝也离开紫卫天庭了 我必须尽管离开 否则想走掉都没可能了 中月叫上福里 混沌雨 请来月神 带着碧暗小娃娃 与殷妇康会合 碧暗小娃娃 扛着离我远一点的大旗 很是招摇 引人瞩目 好在这一路上 没有出现多少岔子 快要来到北天宫时 中月突然停下脚步 但见凤一寿舞 飞鸾翔凤 高高的一丈天壮一座接着一座 凤鸾围绕一丈天壮飞舞 月声悠扬 诸多神女过道 气派非凡 那里是两对车架 一只是华须式 诸多华须式的神女 簇拥着车架 另一只 则是污名式的诸多神女 乌青青也在其中 还有污名式的几尊男神 难道是神后娘娘 和地后娘娘的鸾架 中月心中一正 停下脚步 等待车队过去 他这次来到天亭 屡次求见神后娘娘 而神后娘娘 却屡次避而不见 托辞在地后娘娘那里 让中月有些不解 没想到临行前 居然遇到了两位娘娘的鸾架 两只车队从天阶中穿过 经过中月等人身边 突然搁置一声 拉车的神龙和鸾缝停步 神后娘娘打开车窗 露出娇好的面容 笑道 听闻义军王寻我数次 不知有什么要事 中月躬身 道 回娘娘 我身边有一大将叫做弗梨 弓法被破 第七脊椎骨 变成她的死穴 她是人族 怀有滑须是血统 但是却练不到第七脊椎骨 因此想求娘娘赏赐一门弓法 解决后患 神后娘娘道 原来如此 中月身躯弓得更低 道 恳请娘娘赏赐一门弓法 神后娘娘沉吟 突然旁边的车队中 传来一个温柔动听的女声 神后娘娘 义军王既然开口相求 你便赏赐她一门弓法吧 那鸾架的车窗打开 一尊凤仪天下的娘娘露出面容 正是天地寿宴时 见到的那位帝后娘娘 笑道 义军王怎么说也是人族 祖上是伏西氏 是你们华须氏的亲戚 华须氏的女娲 向来是嫁给伏西氏的 娘娘也曾经嫁给了伏西氏 既然是亲戚 义军王又数次相求 娘娘何必忍心不给 乌明氏是地族 帝后娘娘与地名天地 生下地名氏 繁衍成另一大地族 乌明氏的实力 也是深不可测 借着帝后娘娘的声望和势力 大大扩张领地 挤压地心中的其他地族 招揽各大王族和神族 魔族的强者 神后娘娘扑斥笑道 凤烟丫头真是贫嘴 我华须氏与伏西氏 的确有过上古盟约 但伏西氏早已灭亡了 盟约自然不复存在 至于人族 如何能与我华须氏相提并论 帝后娘娘笑道 娘娘 听闻义军王麾下 有八千伏西呢 还有传言说 义军王也开启了伏西血脉 你们还是亲戚 神后娘娘冷笑一声 假伏西罢了 何况伏西氏是叛逆 我华须氏是断然不会 与伏西氏有牵扯的 更别说假伏西了 义军王 你所讨要的功法 我不能给你 忠越脸色黯然立在道路一旁 帝后娘娘扑斥笑道 娘娘真是绝情 神后娘娘冷笑道 求我有什么用 求我不如求己 他们伏西氏又不是没有练到第七级追谷的功法 起驾 两辆鞋架起步 从天街驶过 鞋架后方 突然一个声音笑道 义军王 许久不见 忠越闻言身躯威震 向那声音看去 封无忌坐在一匹龙血奉吃的神兽上 向他含笑示意 无忌先生 忠越抱以微笑 诧一道 无忌先生 为何跟在帝后娘娘的座驾后面 封无忌不答 笑道 听闻有两个福西化作帝后娘娘的女史 潜入碧落宫行窃 我奉帝后 娘娘旨意来查此事 义军王是否见过那个伪装成女子的福西 忠越打得哈哈 摇头道 不曾见过 无忌先生若是查到那个福西 还请让我见一见他 封无忌哈哈一笑 那个福西倒真是卧错 扮作女子 义军王放心 我倾吓他之后 一定让你看一看 忠越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道 无忌先生 告辞了 告辞 告辞 封无忌乘着龙凤一兽离去 忠越向他背影看了一眼 常常吸了口气 沉声道 我们走 他面色古井无波 心中却掀起滔天大浪 封无忌一直以来 都是为一尊密谋夺取地位 挑动天下纷争的存在效命 而辟邪神皇和天司娘娘 也是在为那位存在效命 让紫薇心欲陷入动乱 让古老宇宙也是战争不休 甚至连三千六道界也被波及 而现在 封无忌居然是 帝后娘娘身边的红人 难道说天司娘娘 辟邪神皇和封无忌 都是为了帝后娘娘效命 难道说要夺取地位 让天下对地名天地 离心离德的那个神秘存在 居然是帝后娘娘 听天司言语中的意思 他效力的对象 应该是个男子 才对 很显然 帝后娘娘是个女子 应该不是帝后娘娘 不过对于帝级 存在来说 伪装成男子却也没有什么困难之处 他毕竟是天地的正妻 不适合抛头露面 伪装成男子的确可以掩人耳目 虽说中月也想让天下大乱 但真正实施的却并非是他 而是天司 辟邪 如果他们幕后的那人 便是帝后娘娘 那么帝后才是动乱之源 若是他 他潜伏得也太深了些 中月打个冷战 帝后娘娘 恐怕绝对是一尊帝级存在 他便是第八个争夺地位之人 而且 他在帝明天帝身边 有着帝后娘娘的名分 天庭中恐怕有着不少势力 都是他的亲信 他可以培养出 不知多少心腹 天帝的文武百观 应该会有许多都已经投靠他 他的势力 绝对不会比天帝小 比先天宫的势力 还要庞大的巨无霸 中月倒抽一口冷气 行道 天庭与先天宫两败俱伤 天帝与先天帝君两败俱伤 帝后娘娘这时候 还有谁可以匹敌 而且 看他好像还刻意拉拢神后娘娘 就算被叫做凤烟小丫头 也毫不在乎 想要将滑须士绑上自己的战车 好心机 好手段 主公 弗里迟疑一下 道 主公 我这第七脊椎骨 中月笑道 神后娘娘已经提点了我 伏须士的传承中有 练到第七脊椎骨的功法 无需滑须士的功法 便可以将第七脊椎骨 练得没有破绽 弗里眼睛一亮 中月摇头道 不过这种功法我没有 想要将第七脊椎骨链的没有破绽 须得修炼伏须士大药帝的 三十三重天大药天经 或者硬枪女帝的硬枪扶摩玄弓 这两门功法 我都没有得到过 伏须里脸色又黯然 心中失望 中月笑道 不过这两门功法 我有办法弄来 他心中暗道 风师兄这段时间解剖风轻语 应该将那十七门伏须士的 地级功法弄出来了吧 希望他不会分心做其他事情去了 天河之洲 世外之地的风轻语 身怀十七种伏须士的地级传承 被他擒拿之后 交给风孝忠 用来做研究 风轻语身上有硬枪扶摩玄弓 和三十三重天大药天经 他与中月对战时都曾经使用过 虽然不全面 没有诸邪那般经验 也没有补全六道轮回 但是用来补全福利的 第七脊椎骨的破绽 应该是足够了 不过风孝忠 被神龙盗鼓吸引了注意力 又被先天神语吸引 然后又去研究绰龙 估计在风轻语身上 用的精力不多 这段时间 他是否将风轻语身上的秘密 统统开发出来 还是未知之数 没过多久 众人来到北天宫 应樊轩与应富康等人 已经在等候 应康市走的是水路 不走南天门 而是从天河源头的天船方乘船 从水路驶出天亭 进入天河之洲 应康市的舰队 便停靠在那里 应富康看了看 扛着大旗的 逼岸小娃娃 又是吃惊 又是诧异 呵呵笑道 这个小屁还好嚣张的样子 地暗翻了翻白眼 不要接近我 应富康向他走去 冷笑道 你不让我接近 我偏偏要接近 应樊轩连忙道 父神 千万不要走近他 应富康连忙停步 乐乐道 这小子 难道有鬼 好女儿说不接近 那就不接近 众人来到天船坊 登上应康市的舰队 舰队立刻从天河源头驶出 沿着浩浩荡荡的天河而下 这一路 恐怕不会平静了 中月眼中 神光会明会暗 心中暗道 第0966章 无敌水师 殷康市的楼船乘风破浪 沿着天河向下驶去 天河上游 乃是天河水师的地盘 每隔百万里 便能看到一个大营 船坊内外 楼船遍地 惊奇飘斩 千帆万楼 这一路驶过 水岸边到处都是营寨 连绵不绝 还有天河水师在河面上操练 楼船行驶如风如电 大军对垒 万千神魔捉对厮杀 狠是壮观 义君王流过 一艘旗舰驶来 天河水师的 统帅楼政师 站在旗舰的船头 两艘楼船靠近 楼政师拱手 道 义君王 政师与武圣台 听义君王论到第七秘境 收获良多 我进义君风骨 前面便出了天庭 所以来进义君 王一杯薄酒 诸多神将在两艘楼船间 搭上板桥 楼政师走到板桥中央 身后是彭九的神魔 忠悦也走上板桥 应付康与弗里 连忙跟在他的身后 楼政师身后神魔针酒 捧着托盘线上 忠悦与楼政师 各取一个酒杯 楼政师一饮而尽 道 义君尽此搏酒 除了水师君王便是路人 政师是奉命而为 职责所在 不会留情 忠悦引进杯中酒 将酒杯放在托盘中 正色道 多谢政师兄美酒 请 请 两人各自下了板桥 神魔将板桥收起 两艘楼船分开 楼政师遥遥致敬 忠悦还礼 应康式的楼船 驶出天庭范围 岳父 做好准备 楼政师帝君 随时可能来袭 忠悦沉声道 应付康船令下去 让各船戒备 弗里回头看去 天河上没有水师 那些巍峨壮观的楼船大舰 反而多出了许多 蒙冲长船 每艘蒙冲长船 皆有千桨 千桨翻飞 拨打水面 宛如长着千斥的长龙 贴在天河河面上飞行 十分迅捷 音妇康松了口气 道 楼政师用的是 蒙冲长船 并非是楼船大舰 看来天庭与先天宫 还是不打算彻底撕破脸 这次他用的兵力并不多 也不是如何强大 忠悦摇头道 岳父若是这么想 我们便都要死在这里了 天庭与先天宫 固然没有完全撕破脸 但随时可以撕破脸 英凡轩点头道 若是能杀了先天宫的义军王 断了先天帝君的左臂 撕破脸 又有何妨 父神 稍有懈怠 我们恐怕都要死在这里 音妇康哈哈大笑 意气风发 死在这里 女儿 你小瞧英康氏的水师了 我英康氏久居天河之舟 若说这世间还有水师 能够与天河水师抗衡 定然是我英康氏的水师 孩儿们 杨帆 滚轮 准备战斗 英康氏楼船上的神魔立刻杨帆 有英康氏的百石尊神魔 转动楼船的滚轮 将滚轮转得飞快 滚轮行如水车 是靠在楼船的船侧 前后各有两个 一艘楼船共有四个 滚轮转动 拨动星河之水 甚至将星沙星水都卷了起来 让楼船速度大增 楼船速度加快 乘风破浪 而后方的萌冲长船的速度 也渐渐加快 这种长船 本来便是用来偷袭之用 速度比楼船要快出许多 萌冲长船上 神魔以降为义 千脚滑动 拨动天河之水 比阵翅飞行还要快 急速追来 英富康看着不断接近的萌冲长船 丝毫也不在意 笑道 孤雁 天河水师天下无敌 世间再难找到与之抗衡的大军 水师各种舰船都有 天河所到之处 水师便是难逢敌手 但是我英康氏 却是唯一一个 可以媲美天河水师的种族 天渊天地封印我地族血脉 让我们被困于天河之洲 这几万年来 也让我英康氏成为水上种族 先天地君之所以百般拉拢我英康氏 正是这个原因 忠雁眼睛一亮 笑道 岳父 你的意思是 你早已让英康氏的大军前来接应 英富康点头 道 身为一族之长 自然要谋定而动 我在动身之前 便已经算好时间 让我英康氏的水师来迎接 顺带 伏击天河水师 忠雁暗赞不已 能够成为一族之长的 都不是简单人物 英富康一向是头大无脑的模样 大大咧咧 说话粗鲁 总爱吹牛 而且还有些厚颜无耻 但是他能够成为英康氏的族长 那自然是聪明绝顶的人物 有备而来 谋定而动 他的外在 只是用来蒙蔽他人的假象 让敌人疏忽 对他没有多少防备 只是 英康氏的水师 真的能够匹敌天河水师吗 忠雁心中也是有些忐忑 父神 你要水师前来迎接 是几天前的事情 英樊轩突然问道 孤雁在武圣台上开讲 我便已经通知族中长老 调动水师 英副康道 算算时间 恰恰是一个半月 福利咒媒道 一个半月时间 应该可以让英康氏的水师 来到这里了吧 为何还不见英康氏的舰队 他们站在船头 向天河前方看去 只见河浪滔天 这条天河宽广无比 大浪裂空之处 一颗颗星辰变大 冉冉升起 群星闪烁 璀璨至极 大河苍茫无际 放眼看去 却没有看到任何楼传大箭 别说一只堪比 天河水师的舰队 便是小船小舟 都看不到一条 天河之舟 就在紫薇地星上空的 天河之中 距离天庭并不远 一个半月 便可以轻松赶到这里 而现在却没有看到 英康氏的神魔舰队 让众人心中 不禁有些不安 我英康氏的水师已经到了 英副康悠然道 停船 他突然抬起手掌 贺令奇观 下令让个船停船下矛 让孤夜见识 见识我英康氏的水师 那奇观记起一面面惊奇 惊奇在天河上空飞舞 打出复杂的旗号 十几艘楼船 顿时纷纷停下 抛下船锚 定在天河中央 英副康笑道 古眼 看我英康氏水师的威力 忠越四下看去 还是没有看到任何楼船 从天河上驶来 心中纳闷 突然醒悟过来 向天河下方看去 不由得身躯一阵 混沌宇 弗里宇月神等人 也纷纷向天河下看去 各自惊疑一声 只见天河水面下 一艘艘巨大的楼船 如同阴影中的大鱼一般 在水下行驶 向那些萌冲长船迎去 那是英康氏的战舰 在水下无声无息 船外有着巨型的园中照住 园中透明 可以看到 战舰甲板上 一尊尊英康氏的神魔 笔直如枪地站在那里 这些英康氏神魔 一身魔铠 漆黑一片 手中持有魔神兵 杀气腾腾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英康氏的水师 果然是天下一卷 中越心中惊叹 英康氏的战舰连绵万里 一艘又一艘战舰 悄然无息地从水下驶过 而那天河水师的 萌冲长船 也在加速驶来 轰隆 天河水面突然炸开 一艘艘巨舰 从水底破浪而出 巨大的战舰 将一艘艘萌冲长船 撞得高高飞起 有的甚至拦腰折断 不知多少神魔 跌入天河之中 被河水吞没 那河水乃是星水 蕴藏着无尽的星光 和原词神光 各种宇宙射线 威力其大 等仙神皇跌入其中 都是必死无疑 萌冲长船上的神魔 跌入其中 根本来不及惨叫 便被绞碎 与此同时 炮火轰鸣 数以百计的炮口 齐齐绽放魔光 笔直的魔光轰出 将诸多萌冲长船 轰得千疮百孔 魔光锁过之处 天河水师的神魔 直接被气化蒸发 甚至连神铠也抗衡不住 冲撞和炮火之后 便是短兵相接 中越看到 英康水师的战舰 一个个巨大的圆中罩 徐徐裂开 船上的英康是 神魔记起 带着锁链的长钩 将一艘艘蒙冲长船扣住 又有神魔扑上板桥 搭在长船与战舰之间 踏上板桥 便向蒙冲长船上杀去 之所以要扑上板桥 是因为天河中的 原词神光的力量 异常强大 在河面上根本无法飞起 只要飞起 便会被拉入河中 直接被天河吞噬 而板桥都是特殊打造的神兵 可以扛得住天河的 新水新沙和原词神光 因为距离太远 听不到炮声和厮杀声 只能看到那些战舰 和长船上厮杀的身影 以及不断飞溅的血光 更多的英康水师战舰 从水底浮现 这场战争的结果已成定局 楼政师为了快速追上中越等人 动用的是 萌冲长船 体积小 根本无法与战舰抗衡 很快 长船便纷纷沉默 被天河吞噬 还有十多艘长船被俘虏 船上的神魔器械投降 楼政师的手段不容小觑 不可能这么轻易 便让我获胜 英副康眯了眯眼睛 向天河远处看去 面色有些不安 天河上隐隐浮现出 一艘艘高大的楼船 但距离上远 只能看到朦朦胧胧 看不分明 他是帝君 尚且看不分明 其他人自然也是看不太清 距离这么远 楼政师是休想追上我们了 英副康松了口气 笑道 等到他们追上我们 恐怕已经到了天河之洲 天河之中楼政师称雄 到了天河之洲 便不那么好说了 钟月突然张开第三神眼 向那只楼船舰队看去 隐约之间 依稀看到楼船上 有身材魁梧惊人的神魔 正在将一颗颗圆形的大弹 推到天河之中 那些大弹落入水中 突然舒展开来 接着消失不见 仿佛是沉入水底 这种圆形大乱 到底是什么 他将自己所见告诉英副康 英副康脸色大变 连忙高声传令 星寿来袭 天河水师的星寿来袭 传令各部水师 快快升起防御钟罩 奇观连忙打起起雨 传令英康式的各部水师 一搜搜战舰上 也打起起雨 将自己得到的讯息 传给其他楼船 巨大的钟罩缓缓开启 将一搜楼船栩栩护住 英副康紧张万分 抓紧船帮 向自己的舰队看去 突然 天河咔嚓一声裂开 无数巨大且长的 触手卷住一艘战舰 无数吸盘将战舰吸住 这艘巨型战舰 被拖得向天河之中沉去 钟罩尚未完全合拢 心水灌入 满船的神魔将士 顿时被心水淹没 肉身腐烂 元神也被侵蚀 死于非命 第0967章 水师斗法 天河水下有巨大的星寿翻滚 将一艘艘英康式的战舰 拖到水下 钟月宁谋向水下看去 那新兽的模样 与章鱼有些类似 身躯柔软至极 能够抵抗天河之水的压力 和诡异的射险 这种奇特的生物 抱住一艘艘战舰 便向水底拖去 触手上的吸盘用力撕扯 试图将战舰外围的中罩撕开 它们的触手和皮肤表面 镶嵌着一颗颗金光灿灿的星沙 有些星沙已经膨胀 远远看去 仿佛一颗颗大眼睛 钟月脸色微变 想起镇天关 环绕镇天关的星河与天河差不多 也是极为凶险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连造物主也无法在镇天关星河中 待多长时间 他操练镇天关的雄狮五千万众 依照天庭的军部规格打造 也有水狮 但是与天河水狮相比 便相形见处 若是天河水狮攻打镇天关 凭借镇天关的水狮 绝对守不住关外的星河 水狮因鬼出击 击杀星兽 英傅康下令 奇关打出奇雨 但见一艘艘战舰的内舱打开 一艘艘小艇滑出 落入天河水中 忠越一眼便看出 那小艇的魔神 与英康氏的魔神 有着明显的区别 英康氏的主战力魔神 修炼了魔族的玄弓 肉身强横 战力惊人 而这些小艇上的魔神 虽然也是英康氏 但修炼的方向 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这些英康氏魔神主修原神 原神无比强大 肉身也很是奇怪 被炼得介于虚和时之间 他们很像是微神族的鬼神 微神族的鬼神天赋异禀 肉身和原神介于虚实之间 能够穿梭空间 游走于地狱和真实世界 是很奇特的种族 倘若是微神族的鬼神 进入天河 便不会被天河所伤 能够在水中肆意游走 而英康氏的英鬼魔神 也有些类似 英康氏身为魔族中的地族 手段确实惊人 竟然有一个知脉 专门修炼成英鬼魔神 舍弃了在陆地上 和水面上的力量 专门为水中的战斗生 这些英鬼魔神 应该为了自己的种族 付出了良多 在陆地和水面上的战斗 他们站立不行 但是到了水中 绝对是战力惊人 那些小艇滑入水中 便见数以万计的 英鬼魔神手持钢叉钻入天河 摇身化作巨大的英鬼 百石地对付一头星兽 趴在星兽身上 钢叉插入星兽体内 天河中星兽的鲜血 迅速染红了河面 一头头无比庞大的星兽 被英鬼魔神斩杀 星兽能够对付巨大的战舰 但是遇到了英鬼魔神 便是遇到了克星 他们的攻击力大无穷 但是英鬼魔神的身躯 介于虚实之间 以单纯的肉身力量 无法伤到英鬼 只能用神通 才能斩杀英鬼 而星兽这种奇特的生物 是生自天河之中的怪物 没有多少智慧 无法修炼 自然是对这些英鬼魔神 无可奈何 楼正师的天河水师楼船战舰 已经接近 英傅康放目远眺 看到对方旗舰上打出了旗语 脸色大变 高声道 传令下去 对方的鬼神出击 让英鬼小心 此刻双方的楼船大舰 距离已经不算太遥远 中月宁目看去 只见天河水师中的一尊尊鬼神 纷纷从战舰上跃下 扎入天河之中 威神族是投靠天庭的一大神族 虽然比不上帝族 王族和皇族 也比不上帝方 帝邪等族 本事也不怎么厉害 但是在水中和地狱轮回中 他们便无比强大 战力甚至还胜过诸多地族 天下种族各有其妙用之处 若是运用恰当 可以爆发出惊人战力 楼正师帝君身为天河水师统帅 自然要灵活运用各族的能力 现在派出天河鬼神 便是要对付英康式的英鬼魔神 水下 无声无息的战斗爆发 英鬼魔神与鬼神在水中性命搏杀 英康式的一艘艘战舰 虽然被新兽弄成没不守 但大半的战舰还是保全下来 一艘艘战舰在水底穿行 向楼正师的天河水师进发 旗舰传头 楼正师传英奇观 奇观既起惊奇打出奇语 英赴康脸色聚变 传令奇观 让英康式的水下战舰立刻回航 楼正师下令天河水师 布下天火神雷在河水中 暗算我英康式的水下舰队 即刻回航 英赴康传令 回航途中 路上洒满萤火魔雷 断其来路 水下舰队回航 船尾舱门打开 数以千计的英火魔雷滚出 落入天河水中 一颗颗英火魔雷 吸收了天河新水新光 和新沙中的能量 飞速膨胀 潜伏在水中 而天河水师那边 舱门开启 天火神雷也是如雨般悄然落下 坠入天河之中 吸收天河能量 准备用来暗算英康式的水师 天河水师旗舰 楼正师看到英康式的水师回航 微微一正 冷笑道 英康试破了我天河水师的旗羽 给我再换一套旗羽 旗官立刻再换一套旗羽 楼正师下令 让天河水师的扫雷飞轮军出击 天河水师的飞轮军 驾着一辆辆飞轮快车 天河水面上奔行 巨大的飞轮转的飞快 数以千计的飞轮呼啸 从水面上划过 所过之处 一颗颗阴火魔雷被触发 纷纷爆开 掀起滔天巨浪 而那飞轮速度太快 将爆炸的阴火魔雷抛在身后 只有少数的飞轮被炸飞 轮中的天河飞轮军 被炸得粉身碎骨 天河水师在爆炸的巨浪中 有条不稳的前行 楼正师换了旗羽 又被英副康试破 随即再换一套旗羽 冷笑道 英康试果然狡猾得很 肯定潜入 我天河水师 盗取了我旗羽的奥秘 不过我天河水师 有旗羽360套 你能全部试破 我便佩服你 而在这边 英副康额头冒出冷汗 道 这套旗羽我不认的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旗官 旗官 召集智慧之势 推演对方旗羽奥秘 旗官立刻传令 让水师中精通旗羽的魔神 推演天河水师的旗羽 忠岳观看对面的旗羽 到一密境中 无数音摇摇摇变化 在几个呼吸间 将旗羽中的奥秘推算出来 道 岳父 对方在准备添弩 英副康又惊又喜 笑道 孤叶认得对方的旗羽 忠岳点头 笑道 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英副康精神大震 高声道 传令 各剑传寄精稻草盾 寄盾之后 上弩闲车 旗官传令下去 各剑的魔神 立刻将一朵朵金光灿灿的稻草寄起 那些稻草如同金丝道杆 被寄在半空中 连绵成云 金云遍布 突然对面的天河水师战舰轰然震动 一根根长达数十里的大剑击事出 如雨般向这边射来 那大剑是用神木炼制而成 威力惊人 在半空中画出一道道神光 不过射入那稻草金云之中 立刻受阻 一根根粗大无比的剑枝 插入金云 无力将金云射穿 上弩闲车 上弩闲车 诸多英康式的神魔 推出一辆辆巨大的弩闲车 摆在甲板上 几时尊魔神才能控制一辆弩闲车 弩车咯咯咯转动弩闲 弩闲绷 过了片刻 天空撕裂的刺耳声传来 一道道大剑击事出 而天河水师的舰队 也升起一面面大盾 却是玄武神族的玄武盾 剧烈的碰撞声中 一根根大剑爆发出浓烈的火光 纷纷落入天河之中 奇雨又被识破了 楼正师眼角抖动 又换一套奇雨 冷笑道 英富康 你不可能将所有的奇雨识破 传令 请出那两尊仙天神 中越宁谋观看奇雨 过了片刻 道 对方奇雨是让仙天神魔出战 英富康微微一震 失笑道 楼正师昏庸了 让仙天神魔出战 在这种水上大战 仙天神魔屁用也没有 天庭中 有十八尊仙天神魔头靠地鸣天地 地鸣天地派给楼正师的仙天神魔 应该不多 最多两位 一波弩剑 便可以统统射死 不要轻点 中越皱眉 道 仙天神魔的实力强横 这两尊仙天神魔 应该很有手段 否则楼正师不可能让他们出战 英富康毫不在意 笑道 姑也尽管放心 仙天神魔在天河中 也翻不起多大浪花 却在此时 只听天河浩瀚的河面上 响起悠扬的道雨 那道雨不是当今的神语 更加古老 道雨中 蕴藏着远古黑暗时代的秘密 仙天神语 中越与英凡轩脸色微变 对面的天河战舰上 两尊仙天神魔身躯尾岸 各自站在一艘战舰的船头 两尊仙天神魔 如同双胞胎 各自长着六条手臂 手臂须须抬起 仿佛承载着无边的力量 那道雨 正是从这两尊仙天神魔的口中传出 道雨汇聚在一起 声音越发洪亮 震荡天地 波河欲波洒尊河 龙墨天龙丹涂没 在两尊仙天神魔的道雨中 天河之水越发激荡 掀起的风浪越来越高 巨浪卷起星云 浪涛遮天 一浪晒过一浪 像英康式的水师压去 这两尊仙天神魔 一个念出道雨的风字 一个念出道雨的浪字 先动天河风浪 打算以风浪的莫大威能 直接摧毁英康式的水师 樊轩 忠岳呼唤一声 因樊轩会议 夫妻二人来到船尾 口中洪亮的仙天神语响起 那呼啸而来的仙天驯风 到了剑船尾端便戛然而止 而那滔天巨浪扑来 突然间便风平浪静 义军王贤抗礼 果然成就非凡 竟然精通道雨 只可惜 你们的道行 还是不如我们 那两尊仙天神魔哈哈一笑 道雨中蕴藏的意境 愈发幽远深奥 高深莫测 风浪大作 铺天盖地般 向银康水师压下 甚至卷动无数星杀 忠岳与英凡轩衣衫咧咧咧 向后飘摇 难以站住身形 两位师兄 得罪了 月神走上前去 唇齿微动 口中也自想起先天神语 第0968章 破阵子 他双臂张开 双袖清风 口中的道音 如同清歌一曲 只见天河水面下 一轮轮明月冉冉升起 天河星沙数不胜数 其中蕴藏着无数星辰 而今数以万计的星辰 从水下升起 化作一轮轮明月 在河面上当空照耀 风浪大作 狠狠拍击 长风撕裂明月 但更多的月亮浮现 掀起阵阵月息 让天河升起大潮 一股股巨浪起伏 巨浪将天河中的 所有楼船战舰 抬到极高之处 然后轰然落下 月神念诵的道语是潮 再加上他本身便是 先天月神 控制明月 引发潮汐 而对面的两尊 先天神魔 则是借助道语中的 风和浪 用风掀起浪 层蝶累加 相比起来 月神更加如鱼得水 钟月与英凡宣念诵的 道语是指 原本想要对抗风浪 但他们的道横 的确不如那两尊 先天神魔 无法止住风浪 此刻月神相助 夫妻二人立刻改变道语 与月神一起念诵 朝字道语 让席卷天河的潮汐 更加剧烈 潮汐一起 便在难阻挡 任由那两尊 先天神魔 掀起的风高浪急 也只是助长 潮汐之威 无法将潮汐打破 无论是天河水师 还是英康水师 所有楼船战舰 都在怒潮之中 上下颠簸 艰难无比地前进 爹 两尊先天神魔 转变道音 一轮轮明月 顿时不断从空中坠落 砸入天河之中 甚至连潮汐的威力 也越来越小 月神 你选择投靠先天帝君 那两尊先天神魔 抬头看来 左侧船头的六臂神魔道 大家同出一门 你比我们 灵训双子晚几年入门 是我们的师妹 于情于礼 我们应该理让师妹三分 不过大家各位其主 只要争一争了 月神点头 两位师兄 尽管放手师围 灵训双子 一个是灵 一个是训 是灵族和训族祭祀诞生的 两尊先天神 都是神皇修为 灵训二族向来生活在一起 是双生种族 非常奇特 灵训是同母所生 一宝所出 有着同一个母亲 怀孕必生双子 但是出生之后的双胞胎模样不同 变分出种族 灵虎爪 逊披甲 面貌一样 只有爪和甲不同 灵训双子便是 灵训二族 祭祀诞生的先天神魔 从双子心中诞生 因为两个种族 对先天神魔的构想差不多 因此 灵训双子的模样也是仿佛 他们进入碧洛宫的时间 要远比月神早 但是因为是族神 所以难以克服自身的局限 一出世便是神皇 苦修良久 至今尚未突破神皇境界 成为造物 即便如此 他们的修为实力 也要比其他神皇强大太多 尤其是碧洛宫 传授先天神谕 被他们掌握 灵训双子此刻全力施围 将忠月 殷帆轩和月神压制 楼政师下令各传全速前进 向这边追来 不过 灵训双子的法力 全部用来对抗忠月三人 便无法限制殷康水师的前进 殷康水师立刻得以全速赶路 让楼政师一时片刻间休想追上 忠月 殷帆轩和月神 换了种道语 念出语字 两支舰队之间的空间 顿时不断裂开 无边的星空 撕开天河的河面 一下子将距离拉开许多 灵训双子六臂挥舞 如同在虚空中编织 但见一座座飞桥扑来 将撕裂的河面相连 一艘搜楼船大剑从桥面上驶过 他们以道与斗法 却也是精彩分成 让人眼花缭乱 追击数日 天河水师又将距离拉近 一艘艘萌冲长船 从楼船中放出 千亿震动 飞速赶来 现在距离殷康师的天河之洲 已经不算太远 楼船舰队全力赶路的话 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 因此 楼政师也不得不冒险一事 让萌冲长船先行拖住殷康水师 哪怕是伤亡惨重 也要让水师的千船万箭杀到跟前 布雷 英复康面色凝重 高声鹤道 让他们闯 无数萤火魔雷 扑通扑通落入天河中 但凡萌冲长船处到阴雷 便被炸得传破人亡 而在后方 突然飞轮军催动飞轮 吃吃吃破开水面 超过萌冲长船来破阴雷 开炮 英复康传令 船身突然倾斜 斜面一道道魔光笔直如柱 向河面上扫去 蒙冲长船和飞轮军连忙躲避 速度顿时被拖慢 只要回到天河之州 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英复康厄狠狠道 现在天河水师的主力 还是被拖住 无法追上 却在此时 突然奇观高声道 组长老爷 前方有战舰 战舰 英复康星头剧烈跳动 连忙登高远跳 只见一只百石搜楼船组成的战舰 正在扬帆逆流而上 向这边驶来 齐面飘扬 绣着三手盘户 而旗舰上则挂着三截葫芦的大旗 盘户式的战舰 英复康吃了一惊 皇族盘户式也是被镇压在天河之州中 与英康式素有来往 但是这个种族极为骄傲 虽然与英康式有来往 但英复康每次前去拜访 规格都低了一筹 用的是君王接见臣子的规格 显然盘户式并不认为 英康式能够与盘户式并练 英复康心中虽然不爽 但是毕竟都是邻居 所以与盘户式结盟 两家的高层也多有走动 盘户式的战舰出现 异于何为 到底是助我 还是助天河水师 英复康心中各种念头分踏而来 高声喝道 水师戒备 沉舟 一搜搜战舰上的神魔催动中罩 巨大的中罩徐续合拢 将战舰包围 缓缓沉入水中 在水下行驶 借助天河之水来保护自身 却在此时 盘户式的舰队 突然一字排开 炮口开启 接着便见盘户式的诸多神魔 推出一颗颗大乱 投入天河之中 正是新兽 这些混蛋 果然是投靠了天庭 英复康勃然大怒 盘户式的舰队此刻炮口朝向他们 自然是天地需给盘户式好处 收买了盘户式 让这个上古皇族投靠天庭 新兽的出现 更坐实了这一点 新兽只有天河水师才有 其他势力根本不可能 得到这种生于天河上游的怪物 盘户式之所以拥有新兽 显然是天河水师送给他们 用来对付盘户式 这也怪不得盘户式 这个上古皇族 争夺神纪时代的地位失败 流放到天河之洲 陷入与盘户式一样的处境 只有地名天地 有这个权利赦免盘户式 让他们得以登陆 现在 盘户式两面受敌 顿时陷入险境 若是被两军包抄 陷入混战 必然是全军覆没 无意生还的下场 现在也来不及上岸了 英复康额头冷汗滚滚 突然中岳传音道 岳父 盘户式的实力如何 可有能够与岳父匹敌的高手 英复康放眼看去 观察盘户式楼船战舰上方的神光 道 有两尊帝君级的存在 不过不是我的对手 中岳松了口气 笑道 有活命的办法 岳父让这艘船上的所有魔神都离开 去其他楼船 我们驾驭空船先行一步 冲撞敌阵 英复康吓了一跳 石声道 这是什么办法 姑眼 咱们固然可以闯过去 但其他舰船 恐怕都要死在两军的围剿之中了 他有信心 可以杀出盘户式的重围 但是其他舰船落后一步 必然会被盘户式合围 再加上后面来的天河水师大军 英康式的水师定然在劫难逃 中岳笑道 岳父放心 只要寄出一宝 便可以破开盘户式的舰阵 只怕这艘船是保不住了 英复康忧心忡忡 当即下令 让另一艘楼船靠来 让船上神魔登上那艘楼船 这艘船上只剩下中岳 英复康 福利和远远躲在一边的 碧岸小娃娃 月神 英凡轩和混沌宇 也被中岳遣走 船上只剩下四人 碧岸小娃娃 扛着那面大的不像话的旗子 也想要登上另一艘楼船 中岳连忙招手 笑眯眯道 表哥 你可不能走 来 到表弟这边来 碧岸小娃娃晃动大旗 十一道 我总觉得你不怀好意 中岳上前 先以亘古不动印 稳住到心 免得被这个肉灵丹诱惑 将这个大胖小子抱了起来 放在肩头 猛然运转法天向地 献出伟岸身躯 沉声道 岳父 福利 待会你们直观保护我 我去哪里 你们便杀到哪里 不可让我和 必按受伤 福利怒吼一声 一身筋肉占起 提着手中的大骨头棒子 叫道 主公 贼一进百丈叫我 英复康全力催动楼船 领先一步 直奔盘护士的见证而去 英复康 英老儿 盘护士旗舰上 两尊帝君屹立在船头 各自长着三颗脑袋 见到英复康的旗舰先闯过来 哈哈大笑道 英老儿 你不识天术 今日说不得 要送你归位了 虚空界中 有你一席之地 英复康一言不发 楼船速度越来越快 后方则是英康水师 而在水下 则是新兽 与战舰在殊死搏杀 血浪翻涌 而在更后方 天和水师呼啸杀来 对面炮光连天 这艘楼船在刹那间 便千疮百孔 英复康怒后 破船速度大增 撞向对方旗舰 旗舰上那两位盘护士帝君 哈哈大笑 记起神兵 便向他杀去 轰隆 这艘楼船与盘护旗舰碰撞 四分五裂 中越纵身越起 跳到敌舰上 高声道 莫忘记保护我 他呼啸向前冲去 那两尊盘护帝君微微一正 突然齐齐扭动三颗脑袋 向中越尖头 扛着大旗瑟瑟发抖的大胖小子看去 好宝贝 两尊盘护帝君眼中金光四射 舍弃英复康 向中越尖头的大胖小子抓去 第0969章 贼近百丈 两尊盘护士帝君 距离中越非常之近 一抓之下 中越根本无法逃脱 恐怕两大帝君一丝力量 便可以将他抓死 只是这两尊盘护士帝君 被碧暗胖娃威吓 迷住了心神 唯恐把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抓死 因此力量寒而不放 英复康突然横身穿入两大帝君之间 系起一根扁担 两头各挂一个吊钩 扁担一横 将其中一尊盘护帝君击飞 弗里抱吼 大骨头棒子 狠狠扫在另一尊帝君身上 他的修为较弱 但肉身力量却是蛮横至极 堪比雷泽士的顶级造物主 这一击的神通导步如何厉害 但是力量霸道无比 将那尊帝君击退 两尊帝君刚刚被击退 却见这艘旗舰上数不清的盘护士神兵神将 如同潮水般向中月扑去 我的宝贝 那是我的宝贝 大铃丹 成帝的无上肉铃丹 让我咬一口 谁敢多抢 我便杀谁 我的成帝圣药 弗里与英妇康头皮发麻 这副景象实在太疯狂了 盘护士的神兵神将乱了 一边涌向中月 一边自相残杀 只一瞬间便是无数头颅落地 比他们屠杀还要快 他们两人的死海中 有着英凡轩留下的消音 帮助他们镇守住心灵 还感觉不到异状 但是对于那些盘护士的神兵神将来说 中月尖头虎头虎脑的胖娃娃 简直就是散发出 无尽神光无尽诱惑力 活蹦乱跳的肉铃丹 看到弊案 便仿佛看到了他们成帝 逆转先天 不老不死不灭的未来 百师圣连变成了弊案小娃娃 而今的诱惑 不再是那迷人的药箱 而是弊案自己 那两尊帝君也镜子扑来 对身边的铜族大开杀戒 毫不留情 甚至张开血盆大口 吞噬铜族 凶残之处 让府里也不禁连打几个冷战 中月尖头 必按小娃娃瑟瑟发抖 双足是龙爪 利爪深深刺入中月尖头的肌肉 双手是胡爪 游子抱住那面大旗 离我远一点 否则后果自负 旗面上的字迹飘荡 让这个小娃娃 显得很是嚣张 跟上我 中月忍住尖头的疼痛 亘古不动硬守住心灵 抱贺一声向前杀去 府里与樱妇康颈跟上来 樱妇康乃是魔族 手段诡异 扁单上的吊钩 时不时将一尊盘护神人 吊杀在钩子上 而他出手更是狠辣 周身磨气滚滚 钻入一尊 尊盘护强者的掩尔口鼻中 磨气如蟒如蛇 钻进之后 对方便突然干瘪下来 肉身精血被吞噬干净 元神也变得枯萎 他的圆丹飞出 形成魔道立场 头顶还高悬洞天 洞天中 时不时一道魔光射出 将扑来的强者击杀 盘护士的强者之中 不少是造物主 神皇级别的存在 修炼盘护士的地级功法 实力强大 对他也有很大威胁 迫使他不得不全力施围 而弗里便简单了许多 直接以大骨头棒子砸来砸去 以力量破去四面八方涌来的 一切敌人的神通神兵 突然不知多少盘护士神人涌来 将他淹没 扑到他身上 便大口撕咬 弗里被咬得鲜血淋淋 突然身躯一抖 无数仙天龙龄四面八方击射 鳞片如同锋利至极的大盾 围绕周身旋转切割 不知多少头颅滚落下来 两人护住中越 从船头杀到剑桥 从剑桥杀到船尾 这艘旗舰上 所有盘护士神兵神将 都被吸引过去 突然中越记起 一道刀光 斩断飞桥的绳索 将一块块板桥记起 扑在天河上 架起一座飞桥 随即脚踏板桥 直奔另一艘盘护战舰而去 两艘战舰距离颇远 板桥无法扑到 对面战舰的甲板上 中越突然纵身高高跃起 竭尽全力 向对面的战舰跳去 就在他跳起的一刹那 身后的无数盘护士 神兵神将丧尸礼至一般 也跟着跳起 恐怖的天河星光 射线和原刺神光 将不知多少盘护士神人 纷纷拉入天河之中 扑通扑通跌入 河中的声音传来 这些落入水中的 盘护士强者 根本没有再次跳起的能力 便被天河吞没 死无余骨 中越也被原刺神光束缚 怒吓一声 双足法力爆发 连连虚空踏步 施展出九步破天纲 连续九步踏出 终于降临到 对面的战舰之上 那艘战舰上的 盘护士神兵神将 早已竖起一根根长矛 长矛如灵 向中越刺去 中越忌刀 将无数长矛斩断 附近的盘护士神人 立刻被他尖头的娃娃诱惑 迷失心智 舍身忘我向他扑来 弗里与音妇康颈根治 一左一右 保护着他向前杀去 而在后方一尊尊造武 神皇也跟着跳了过来 那两尊盘护士席君 也杀到这艘战舰上 其他的神明 天神 真神 神侯 跌入天河中的不计其数 基本上全军覆没 只有寥寥的百十位 实力强横的真神和神侯 才能跨过天河 来到这艘船上 也有一两位侥幸的天神 踩着同族的尸体 跨过河面 中越从尸山血海中冲了出去 如法炮制 从船头杀到剑桥 从剑桥杀到船尾 只是身边 涌来的盘护士强者越来越多 让他也是吃不住 身上伤痕累累 血流如注 贼人杀尽百账了 中越高声叫道 奋力与前方的盘护士强者 汉不畏死 其中真神 神侯不计其数 弗里与樱富康 只是挡住神皇 造物主层次的强者 真神神侯 则是无暇应对 这些真神 神侯 若是单对单 中越竟可以应付 但是一股脑涌来 他便有些独目难知了 他的先天大道所化的神刀 此刻统统被他抄在手中 八口神刀上下翻飞 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圈 此刻防御圈一次 又一次被压制 缩小 而今只剩下百丈空间能够自保 随时可能被攻破 将他斩杀 弗里挥舞大骨头棒子 奋力护住他的左侧与身后 闷哼道 贼人杀进五十丈 主公再叫我 贼进五十丈了 贼进二十丈叫我 贼进二十丈了 主公 我这边压力也很大 弗里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 中越大怒 身中几十道攻击 神兵和神通险些 将他身躯打得粉碎 弗里 你说贼进百丈叫你 叫你连屁用都没 信你的话 便等着换一个主公吗 他探手 将尖头的胖娃娃拎了起来 迎上诸多强者的攻击 碧暗大呼小叫 惊恐莫名 中越怒道 叫个屁 表哥 你是造物主你忘了吗 碧暗醒悟过来 连忙施展神通 将身前的真神 神猴击毙 轰飞 嫩嫩道 我只顾着担心 他们要吃我 忘记了 我已经是造物主了 不过你是我的护道人 就这样 把我拎出去 用我来顶对方的神兵神通 真的是护道人所为吗 他的实力 比中越强横不知多少 虽然无法将实力完全发挥出来 但也非同小可 足够挡得住面前的敌人 中越奋力杀到飞桥悬挂之处 斩断绳索 祭骑板桥 夺路而去 向另一艘盘护士战舰跳去 身后无数的盘护士神人 跟着纷纷跳起 又是不知 多少神魔 坠入天河之中 死于非命 中越冲到对面的盘护士战舰之上 如法炮制 身边尸骨如山 流血飘鲁 将这艘战舰祸回一番 然后冲向另一艘战舰 盘护士一艘战舰陷入大乱 混乱的场面 几乎如出一辙 盘护士其他战舰上的神魔剑状 心中又惊又恐 只见这些战舰上的所有族人 如同着了魔一般 疯狂地追着中越 甚至还自相残杀 连一艘艘战舰的主将 也在高举屠刀 斩杀自己的族人 自相残杀倒也罢了 但是跳入天河之中 这就非常恐怖了 死在自己族人手中 和死在中越等人手中的盘护士 最多只有四成 更多的是 跌入天河之中 生死盗销 左满舵 左满舵 避开那脸 幸存的那些战舰上的主将高升下令 如碧温义一般源源始去 避开那些陷入混乱中的战舰 就在这短短片刻时间 百十艘盘护战舰 已经有半数陷入混乱之中 若是不避开 剩下的四五十艘战舰 恐怕也在劫难逃 而在前方 殷凡轩等人催动着殷康式的舰船冲来 水底的新兽 与水下战舰搏杀 血浪翻滚 殷鬼魔神潜入水中 搏击新兽 新兽拖慢了他们前进的速度 天河水式的楼船战舰追杆来 远远看到河面上的这一幕 各船主将也是大皱眉头 心惊肉跳 盘护士到底在搞什么鬼 怎么自相残杀起来 一尊造物主师声道 楼正师皱眉 宁目看向中越 行道 难道又是这个义军王捣鬼 以他天神的手段 岂能扫平盘护士的水师舰队 世纪平天下的易先生 果真有这么厉害 盘护水师已经无法挡住 殷康水师的去路 新兽也拖不了他们多长时间 殷康水师肯定会趁乱冲出 他不禁想起 莫颖对中越的评价 先天公义军王 义人可比千万雄师 再加上三尊帝君 我原以为莫颖先生高看了义军王 言过其实 现在看来 他心中默默的 莫颖先生 还是看清了义军王 说得少了 第0970章 不可孤名学扶商 凭借个人智慧 可以摧毁一大皇族的水师 这种事情 原来楼政师根本不信 而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容不得他不信 殷康式的水师 在加速冲向盘护水师的阵地 盘护士的楼船战舰已乱 根本无法阻挡 无法拖住他们的脚步 而在此时 中越 弗里与殷废康 被困在一艘盘护战舰之上 陷入重围之中 突然 中越杀入战舰舱舱之中 无数盘护士神魔 跟着杀了进去 过了不久 战舰的船尾挡板开启 扑在天河上 一艘蒙冲长船 从船舱内驶出 中越与殷富康 弗里等人 站在长船之上 长船千脚震动 如同长了千张翅膀 划破河面飞驰而去 诸多盘护神族的强者 也冲上那艘长船 众人在长船上厮杀 甚是惨烈 而在后面 又有六艘长船驶出 追杀而去 只见七艘长船 神通神兵你来我往 杀得天昏地暗 这七艘长船 直奔盘护士 远远避开的 一艘楼船而去 那艘楼船上的主将 脸色大变 急忙下令 让楼船驶离此地 不过 蒙冲长船的速度极快 楼船根本无法甩脱 那盘护主将咬牙 立声道 神光炮 母闲车 准备神光炮母闲车 给我瞄准那些长船 统统轰尘 一个不留 副将颤声道 两位帝君和我盘护士的 百万将士 都在那七艘船上 那主将一个耳光扇过去 怒道 不轰尘那几艘船 我们都要遭殃 那副将大哭 下令让炮手准备 楼船上 诸多盘护士 炮手沉默无比 默默地推出神光炮 和弩弦车 将阵法启动 转动弦轮 搭上长剑 我盘护士的水师 不能全部葬身在此 那主将落泪 缓缓举起手掌 注视着冲来的 那七艘蒙冲长船 蓝蓝道 这是乱世 地争之事 我盘护士的水师 若是埋葬在天河中 我盘护士就完了 不受天地重用 将来说不定还要除名 诸位兄弟 前辈 你们不要怪我 放 炮口中神光爆发 粗大的光柱 沿着河面笔直射来 弩弦车震动 一根根长达 数十里的大剑呼啸射出 向七艘蒙冲长船射去 只一波攻击 七艘蒙冲长船 便在炮光和大剑的攻击下 被拦腰轰断 船上人仰马翻 大剑将这七艘蒙冲长船 几乎撞得沉入水底 船上几乎所有神魔 都被砸入天河之中 弗里重剑 巨大的长剑将它贯穿 定入天河之中 因傅康怒吼 六道光轮在脑后转动 越来越大 如同六道星河 挡在中月身前 但也被那长剑和神光 射得连连后退 突然河面裂开 弗里带着大剑冲出水面 放眼看去 但见河面上不知多少神魔 在挣扎 血肉糜烂 被天河腐蚀 即便是神皇 也难以扛得住天河之威 很快便丧失力量 被天河吞噬 只有造物主 能够抵抗天河的威能 勉强飞起 弗里也是造物主 实力可以说是 造物主少有的存在 所以不具天河的威能 但是七艘长船尽数破碎 那些盘护式的强者 却扛不住 活下来的只有几十位 钟月在英富康的保护下 没有落入水中 放眼四处看去 心中侧然 难难道 地争尚未完全开始 战争便已经惨烈如此 神魔上且难以活命 那些凡夫俗子各族的炼气势 更是陷入水火之中 只怕将来 他们死伤不计其数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要竭尽所能 保护族人 他心肠硬如磐石 这场大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唯有拼尽全力 让敌人死得更多 才能保全自身 保全自己的种族 为自己的种族谋福祉 死多少敌人 死多少敌族 都是值得 都是问心无愧 敌族 敌将 是为了自己的种族 而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种族 怜悯之心可有 但不能因为怜悯之心而留情 否则便是自己种族的罪人 罪如扶伤 因赴康脑或光轮将他卷起 冲上半空 弗里井随左右 下方盘护式的帝君和造物主追杀而来 传出的盘护式战剑还有大剑和炮光射来 这场争斗依旧在继续 那长剑和炮光打在弗里和英富康周围 弗里挥舞大骨头棒子抵挡 被阵的连番带滚 英富康也被阵得不断后退 形势不容乐观 好在追杀他们的那两尊盘护式帝君和几十尊造物主 也受到炮光和长剑攻击 迫使他们攻击忠岳等人的节奏放缓 下方和面上 英帆轩已经率领英康水师冲出重围 将盘护水师抛在身后 岳父 该走了 忠岳突然探手 将闭暗小娃娃的小辫子抓住 塞入自己的原神秘境 围攻他们的那两尊帝君和几十尊造物主 微微一正 清醒过来 呆呆地看着四周 英富康与弗里趁机远顿而去 几个呼吸间追上英康水师 落在楼船之上 与英帆轩等人会合 炮火准备 弩闲车准备 英帆轩下令 各艘楼船战舰 纷纷准备好魔炮和弩闲车 杀气疼疼 义君王 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 盘护士的两尊帝君身躯颤抖 突然横跨长空追来 英帆轩立刻下令 万炮齐发 万箭齐射 那两尊帝君被阵逮不断后退 其他追杀而来的盘护士造物主 也不敢抵挡 纷纷躲避 各自降落在盘护士的战舰之上 又惊又怒 这次盘护士的水师被摧毁尽半 折损惨重 死掉了不知多少盘护士的神魔 原本盘护士水师 还可以与英康士抗衡 放在天河水师面前 也是一个不小的势力 而现在只能沦为二流 只能成为天河水师的附庸 而无法与之分庭抗礼 后方 天河水师的舰队赶上 与盘护水师会合 楼正师高声道 盘月 盘山两位师兄 正师有礼了 两尊盘护士帝君忍住怒气 向他还礼 两军会留 齐齐向英康水师赶去 楼正师将两位帝君请到船上 道 英富康毕竟是老奸俱华 难以对付 再加上先天公义君王这等之将 堪堪抵住我们 想要将他们拿下 输为不义 若是他们逃往天河之州 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上 那就更加难以除掉他们了 盘月帝君冷笑道 我们盘护士的天河之州 就在英康市附近 待到了那里 我敬起大军 再加上天河水师 不幸攻不下英康市 攻下英康市的天河之州 血洗十天十夜 为我盘护士的孩儿们报仇 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 盘山帝君恶狠狠道 英康市不过是小小的地族 也敢与我皇族抗衡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一次便让他灭族 楼正师皱了皱眉 温言道 两位师兄怒急攻心 道心不稳 有失主帅的心境 若是强攻天河之州 恐怕我们两家 都将伤亡惨重 盘月 盘山心中凛然 顿知自己因为死了这么多的族人 让自己道心动摇 乱了分寸 连忙各自将思维之中的愤怒 和复仇欲望恋化 神志恢复如初 惭愧 若非正师师兄指点 我们恐怕还要再吃个大亏 盘月帝君道 英康市的天河之州 历经几万年的经营 的确一手难攻 是个险要之地 以我们两家水师的速度 恐怕是无法追上英赋康他们 将他们截下 正师兄是否有什么高见 路上截下他们已经不太可能 楼正师目光闪动 道 英康市与盘护士旁边 还有一处天河之州 不知能否借助那里的力量 一举将英康市连根拔起 盘月与盘山对视一眼 各自摇头 道 正师师兄 你也知道 那处天河之州的来历 那里乃是世外之地 里面生活着福西市 虽说是生活在那里 但实际上与关押在那里 也差不多少 别说帝君 就算是天地 想要进入那里 都是困难重重 楼正师微笑道 我曾听说盘护士 有一位小哥去过那里 这位小哥 好像叫做孝无忌的 孝无忌 两位帝君微微一正 盘月笑道 他是半个福西 也是半个盘护 百十年前与盘须 一起到了我盘护士认清 还是我亲自激活 他的盘护血脉 而今他本事 已经非比寻常 在年轻一辈中 极为厉害 若是他能够说服 世外之地的福西市 破了英康市 倒是一大功劳 盘山道 他的师承来历经人 与碧落先生 也有着不菲的交情 交友广阔 甚至听闻他的师尊 也是一尊先天神 听命于天 我们盘护士的老祖宗 对他也很是器重 此刻他应该 还在天庭之中 我派一尊造物主 前去请他过来便是 楼正师松了口气 笑道 那么我们天河水师 便先借贵宝地修整一番 等到这位无忌先生过来 联合世外之地的福西市 在做打算 一举铲平英康市 两军水师不疾不徐地 跟在英康水师之后 向天河之州赶去 中越回头看去 微微皱眉 天河水师和盘护水师 吃了这个败仗 为何还追赶不舍 按理来说 楼正师已经知道 无法将我留在天河上 不应该再追下去了 他看向天河下方 那里便是地心所在 紫薇地心中地足颇多 他只需要借到 中央市的领地 天河水师便不敢追击 为何楼正师 还穷追不舍 楼正师恐怕不是为了对付 而是 他心中猛的一尘 而是要铲除英康市